雨勢来得很突然 民众穿梭在雨中 尽管撑着伞还是全身湿答答 有人即便拿着伞 还是没有勇气走出屋檐 就怕脚会泡在水里 干脆躲在骑楼等雨势小一点 开车上国道 滂涂大雨也严重影响行车视线 能见度相当低 雨刷上弓刷不停还是没用 根本被雨覆盖白某某一片 车辆行径都渐起水花 驾驶只能放慢速度行驶 避免打滑发生危险 不只台北新北中河 也瞬间下起暴雨 双北下完换基隆 骑士措手不及凌晨落汤机 我们从另外一边过来 基隆市七堵区 明德三路附近的寒洞 甚至已经积水 车子轮胎泡在水里动弹不得 远景到场拉起封锁线 赶紧排除状况 从窗外看的话就很傻眼 草鱼 经常又快又急 急的话就会领 全部都领很湿 对啊 因为是起到一半突然下大雨了 对啊 就躲在树荫下 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但就怕又下雨 骑士干脆把雨衣放在脚踏板上 因为队流发展旺盛 容易有短言石墙降雨 时不时还能听到打雷声 北市部分行政区最大食雨量 有机会达50至60毫米 师傅也通知六区提高警觉 随时应变 18号下午2点开始 气象署陆续发布大雷雨 及时讯息 包括基隆 双北 桃园 台中 南投 早上还觉得闷热 下午突然变田 尤其暴雨常造成溪水暴涨 尽量避免从事素吸 钓鱼 细水等等活动 山区也容易发生突石流 提醒民众尽量远离 非必要别前往 避免发生危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